大男子主义精神已经深入你的骨髓 你懂个屁 坦白讲就是按我媳妇的说法 我是大男子主义 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勇敢地我处男人百色 有朝一日把你换到我们女人当家做主的地方 再这么张扬你试试 我媳妇来了 我脑子一想 这个也许是可以做一个故事 给我五分钟足以改变你的一生 俗话说得好啊 取鸡随鸡 取狗随狗 男人都得跟着女人合作 我未来就不打算参加工作 没有我的本分 男人吗 按我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是一个特别有主意掌控欲很强的人 但是在他的视角里 这就是大男子主义 他就说了一嘴 他说有朝一日 把你换到我们女人当家做主的地方 你再这么张扬你试试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创意就出来了 剧本等于说是2019年开始就开始去做 这个剧本创作几年干嘛呢 不就是不断地在走弯路试错 不同的路口走下去发现不对又回来 当然这个稿子一直在修订 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这个分寸的把握 那我这个剧本在不断地从故事大纲 分场大纲到剧本出稿 一二三四稿这些稿 每一稿我都是请包括我太太在内的一些女性朋友来看 各种稿让他读逼他读 然后在读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常发生一些冲突 我们要表达的是男女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只有男女平等了 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家庭 那比较好的家庭有了之后 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社会现象 之前的很多剧情可能大家觉得还可以 但总觉得不够 那说难听点咱们总结一下 你连女人生孩子你都没有体验过 你何谈这种换位思考呢 于是这个坎迈过去之后迅速就 就后面就改了 然后紧接着这个故事就不一样了 开机之前呢 剧本讨论阶段的时候 马上就要去落实演员的问题 谁来去演 到底是男是女 最后想来想去 我坚持觉得还是应该是一个男的 是一个自我检讨的这种感觉 所以还是选择了微想 现在我故意留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尾 我觉得很多女性观众 可能虽然给你留着这个机会 但不一定会那么快 我是希望让这种情绪在影片结束的时候 继续去让女性观众觉得满意 所以才会用这样的一个结局 二位确定要上去 不犹豫犹豫了 一会儿见 不犹豫呢 不犹豫 不犹豫 中文字幕 李宗盛